伊朗一直用人币来替代美元 那么印度也开始向美元开始说步了 美国美元长期通过 SWIFT国际支付系统 在全世界成为一个储备货币 通过这种通货膨胀 超发货币对多个经济体相关的企业 发起了金融限制 导致不断的收割 不断的割酒 而且这种限制 让被限制主体失去了全球开展经贸活动能力 无法接受海外付款能力 所以SWIFT总部为比利时 但是实际上国际金融系统总代理的垄断者 其实是来自美国的银行高管组成的 就是这个不公平的货币现象背景下 全球绕过SWIFT的支付系统 去美元化动作就开始了 有了最新进展 根据俄罗斯和伊朗媒体日前的消息说 俄罗斯准备离开SWIFT的支付系统 我谈过一期 作为替代方案 考虑了俄罗斯银行和金融通讯传输系统的SPFS 研究了与多个全球支付系统配对的选项 欧洲有SEPA 伊朗的SEPAM 中国的CIPS 这是我首次给大家爆料 中国的CIPS系统 伊朗的SEPAM 欧洲的SEP 这都是独立系统 俄罗斯的系统要与他们开始配对 你看欧洲也搞 伊朗也搞 中国也搞 等于是什么呢 都不信任 欧洲也不信任 SWIFT 所以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CIPS 中国的跨境银行支付系统 可以参与跨境支付人币交易 参与者提供清算结算户 你如果用人币交易的话 那你就可以获得这个CIPS支持 当然美元你支持 不支持还另说 但是人民币肯定支持 伊朗13年10月推出了SEPAM 这个系统 建议亚洲清算联盟 ACU 成员采用伊朗央行开发的本地系统 来替代SWIFT ACU于1974年成立 总部是在德海兰 他这个成员包括孟加拉国 布丹 印度 马尔代夫 缅甸 尼泊尼泊尔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和伊朗 仅次于 仅次于这个现在 这个现有的联盟吧 现在这个SWIFT的联盟 不仅如此 俄罗斯的这个SPFS 进行的低笔交易 在17年12月进行 俄罗斯相关负责人表示 应取消美元作为国际市场 默认货币的优先地位 世界各国应远离使用西方控制的 国际支付系统 而这种更加意外的是 俄罗斯的RT电视台报道 俄罗斯对印度的出口 约三分之二使用卢布支付 认为呢 印度与俄罗斯经贸 已经是多次使用这个SPFS支付系统 而非美元支付系统 就意味着什么呢 印度已经正式向美元亮剑了 印度啊 这个报纸叫MNT 数周前就报道 说印度正在研究 同中国的双美贸易 采用人币和卢比计算 这是我之前谈的 印度已经放弃美元 采用人币了 对此呢 伊朗媒体也说啊 由中国 俄罗斯 印度创建的支付系统 将连接 30亿人口 并绕开Swift 这无疑是对美元的冲击啊 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央行表示 俄罗斯已经有多家银行 多家银行 接入了中国的跨境银行支付系统 可以方便中国结算 贸易结算 就是中国的跨境银行系统 可是人币结算 就是等于是俄罗斯银行 开始接入中国人币行 为两国商家避免 美元利差风险 实现利润罪的话 做了支撑 最新进展是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哈尔滨银行成为中国首家 加入俄罗斯联邦 储蓄银行 金融市场外汇交易平台 商银行 哈尔滨银行 这也是双方 即本币结算 同业融资 银团贷款 现钞 跨境 调运 这些领域合作以后 又一个合作 哈尔滨银行加入该平台以后 可开展35种的货币 对人币 卢布的集齐远期调集交易 又意味着中俄经贸 本币化结算趋势 进步加大 此前开创过 现钞方面深度合作的 和亚太银行 早在数月前就成功 向哈尔滨银行 空投了1000万元 卢布现钞 至金库中 紧接着哈尔滨银行 与俄罗斯农业银行 开放金融集团银行 又签署了 现钞跨境调运合作 目前呢 根据公开的报道 已知 哈尔滨银行已经实现 对俄国跨境 调运人币现钞 实比 累计金额是1.55亿元 就1.55亿元 人币现钞 去俄罗斯 根据美国相关分析的 中俄去美元化 实质性突破 已经开始了 截至今年1月 俄罗斯外贸中 从中国进口的货物 人币支付比例 增长了9倍 现在呢 中俄企业之间的 结算机制 也正在进行建立中 根据俄央行最新报告说 俄中央银行 所持有的外汇资产中 俄央行储备 持有近三分之一 以人币计价资产 增长了14倍 与此同时 俄罗斯 RT电视台 稍早 之前报道说 俄罗斯相关机构 也正在研究建立一个 由黄金支持的加密数字货币 就是有黄金备案 可以给它备书 然后呢 是个加密货币 支持跨境交易 结设 中国很有可能参与 可能是在21年 启动数字货币试联 这是俄罗斯 21年要启动数字货币试联 现在一件就是 俄罗斯在全球货币计算过程中 不断冲破了美元 主导SWIFT支付系统限制 还用了多种方式开始去美元化 关于主权加密货币 去美元化这个选项 伊朗也取得了突破 伊朗这个相关电视台 两周前报道说 伊朗相关的机构 颁发了1000多个加密币 采矿许可证 这个可以促进 包括石油在内的贸易 使用加密货币来进行商品 进口商品 并绕过美国银行限制 与此同时呢 伊朗主权加密货币 这个项目还得到了 有丰富石油资源的 马来西亚当局的公开支持 前不久伊朗的四家银行 正在与德国 法国 英国 俄罗斯 瑞士 奥地利 南非 九国 就商贸结算 金融交易中使用加密数字货币 进行谈判 所以这个事件 进展就是 目前瑞士与伊朗 已经达成了多笔交易 这就表明了 伊朗与瑞士的企业合作 已经绕开了美元 你看呢 瑞士最先 抛弃美元 开始与伊朗使用加密货币了 紧接着欧洲央行就开始表示 支持规避 Swift的数字货币方案 有望在几个月内 取得进展 在绕开美元主导的 Swift支付系统方面的 伊朗相关部门 稍早前就表示 伊朗企业通过 任何有必要的渠道 可以用较少的数量的钱 来购买到 跟原先相同的商品 意思就是 原来美元结算需要大量的换汇 损失 现在不需要 他需要 他可以 节省出大量的钱 来买更多的商品 比如说 他从中国的跨境银行支付系统 这个CiPS 作为一种国际支付系统 可以参与到跨境支付 人民币交易 那就等于伊朗 可以使用人民币 来购买中国商品 事实上 伊朗输出前 已经开始正式宣布 将人民币 列为该国的 主要外汇货币之一 来替代美元的 外汇货币地位 你在伊朗 你可以在当地交换 用人民币来做交换 紧接着 伊朗还通过立法 推出国家货币 新的货币国度版 该国的国家货币 列尔将变为土曼 那土曼 这个有消息 透露说 应该是秘密消息 他锚定的是人民币汇率 现在伊朗的新的货币 叫土曼 他锚定的是人民币汇率 通过这个事实 也看出美元 应该逐步 在21世纪 将逐步退出 这种全世界 唯一储备货币地位 那未来美元 美国人将变的是什么 你看美国人现在通货膨胀 非常高 为什么 这些不被全世界使用的美元 要慢慢的再回流美国 有多少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 有20万亿 12万到20万亿的美元 准备回流美国 美国人准备着美元 贬值 还有通货膨胀风险 要加剧 做好准备